第59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得奖的是 黄秋生 白日青春 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 多年之前有一次是男主角的时候 我过来 从香港过来 然后我就带了一个空的行李箱 我妈妈问我 你带这个空的行李箱干嘛 我说我去买书 然后果然我回去我输了 然后我妈妈才告诉我说 你走的时候我为什么问你 就因为我早就知道你去买书你会输 这次过来 我的行李箱是满满的 应该是有空位把这个带回去 我最想的就是 因为我等了这个金马的男主角好多年 我最想告诉我妈妈我终于得到 可是我妈妈已经不在了 我们一起哭好吗 好 OK 大家准备好了 黄秋生是我们男配角的得奖纪录保持人 这是他的第一座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 求生哥之前一直谦虚的说你觉得你不会得奖 我不是谦虚 我真的这样认为 那听到你的名字被念出来的时候的感觉 不敢相信 刚才因为我们没有听清楚 就我们在这一段声音是切掉的 您刚才带林诺到台上去 林诺什么 你刚才把林诺也一起带到台上去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听到你们在台上的 因为他没有拿奖嘛 哦 他没有拿奖 小朋友我觉得应该那么难得来到 有可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颁奖礼 是是是是 那就带他上台感受一下嘛 有可能在他人生里面会很重要 未来可能是印度的证论法 印度的黄秋生 对对对 到时候他红了之后就照顾我一项 那秋生就已经演过无数的角色 跟很多厉害的演员合作过 那这次跟像林诺这样子的 所谓的素人 非职业的演员合作 对你来讲有比较特别的方法 或者是 没有 你就跟着小朋友就好了 很简单的 因为小朋友不用学的 其实演员是 演员的训练演员是 其实我们是要把自己变回小孩 他们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所以你跟着他们就好 那天那个秋生哥看完电影 说你在这部片子里面变得特别老 好可怕 因为很多有很多记者 看完之后跟我说 说演得很好 然后其实我演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好在哪 然后昨天还是前天 好像是前天我们看完之后 哇 真的是老到 但不但是化妆啊 有些老的状态 真的不是化妆 我就怀疑他能 后期的时候坐过手脚 我真的老到不敢相信 我会回去检点一下 是是是 检讨我自己 秋生哥这次这部电影 是跟新导演合作 很凑巧我们今年的影后 也是跟新导演合作 秋生哥跟我们聊一下 跟新导演合作的这种状态 你需要去指导他们一下什么东西呢 还是说跟他们合作会更有新鲜感 更能够刺激呢 其实你跟每一个导演 除了那些比较熟的导演之外 每一个人你都首先 你要跟人家沟通嘛 你要知道每一个导演的风格都不同 手法都不同 技巧不同 你要知道人家的 他究竟他需要派什么 他想讲什么 我们去是帮忙的 我们去不是 我不是导演 电影 尤其是电影 电影是导演的 这次一帮忙就拿到了金马影帝了 好 那个文字媒体和其他的媒体朋友们 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没有 我要把邱生哥送到文字媒体那边去了 好 恭喜黄秋生今年的金马影帝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